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问我 为什么会做艺术很难吗 我会告诉你最早其实源于一个人 他的名字你一定很熟悉 十几年前我买了他五十本书 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 今天能够站在一起和他对话 他既是畅销书作家 也是画家 他是刘勇 我当时完全是作为专业绘画的门外汉曲的 但当刘勇老师展开他那张八尺大画 龙山寺庆元宵的时候 完全被震撼了 这张像清明上河图一样 多达六百人的大画 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时空隧道 带着我们走进了1940年代的老台北 这张画一九四几年代我童年的时候 台北的万华 台湾最早的港口之一 非常的热闹 那么有龙山寺 横庙 有夜市 然后有风华曲 因为靠近海港 他船停下来 他要拜神 他要读报读书 他要寻欢 他要去大吃大喝 所以万华很热闹 我小时候我父亲都会带我到那边去 打弹珠啊 什么用的气枪啊 蹦蹦蹦 打泥人啊 所以我的印象非常的深 万华也就是我们熟悉的manga 当时福建泉州人渡海来台 就是在这里上来的 所以这里变成了全台北最早繁华和兴盛起来的地方 而这幅画描绘的就是元宵佳节 晚华的热闹景象 我们的故事 是从画面左下角和平西路的一个红灯区开始的 这边有个女的在拉 拉这个人 拉科 你跟你自己猜吧 这边也有男的 这俩女的在这拉 这边在里面打招呼说 下次再来 顽童再偷看 这保镖拿棍子出来来打人啊 这是一整个城市最隐秘又渴求的欲望 而仅仅走过一个街角 那份压抑似乎又以另外一种形式活跃起来了 看这边的卖药 大地撞洋丸 看杂杂的有蹲着的 有的在招募的是吧 快来看啊 有的拉手的丸子的 有人在蹲着看这个药的啊 这个搂着个女的 这女的身材还不坏 在这儿看什么呢 看人家在套圈 那么这边有一个乞丐 寻求帮助 都没什么人理他 这边有小孩在躲猫猫呢 这边是干什么呢 寄存脚大车 像那个时候啊 脚大车一样一样一样在这儿 在画面上仅仅只是一个豆腐块的地方 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活脱脱的市井欢宇 一公子我眼神一瞥 呃 竟然看见了 这个镜像 当街就拉尿 台湾现在是功德非常非常好 但是早期我记忆当中也是当街就会拉尿 而与红灯区一街之隔的广州街 才是整幅画里最热闹的所在 仔细看一看 顽皮的刘勇老师还在这幅画里 给自己打了一个广告 这边这个花灯比较强 就棉羊亮花灯 这我小时候我父亲就购买些花灯 然后这边也有剪垃圾的 剪垃圾的挺可怜的 这女的戴个帽子或者有个篓子 在那边剪垃圾 她还带着她的小孩 现在我们正在一点一点的 接近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 一公子好像听到了 喧天的锣鼓声 抬着椅子 然后这边在那边叫骂人 这个拿着棍子要干什么呢 是因为小孩怕输 那是要看这边的影科改戏 这里都非常的复杂 有的让座有的抢座是各式各样的 这边有做的这个房檐上面看戏 戏在旁边有人扒着看 也有小孩把旁边的帘子拉开从侧面看 后面正在化妆更衣呢 有人扒着去 后看 这边有老家人过游吧 没得行没得行 每逢佳节热闹必要搭台唱戏 客载戏作为一个地方戏曲 从闽南传到台湾 真正令人感动的不一定是戏码道具 而是浓浓的香音 一句香音百感交集 当年 闽南人渡海来台 海上风浪很大 据说十个人渡海 三载六亡一回头 人们为了祈求神明保佑 就在这个地方修建了庙宇 龙山寺作为台湾第一名杀 已经在这里安安静静的 待了276年 神明众多香火鼎盛 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他要拜的神明 所以有人说 龙山寺是众人神的集合地 毕公子一直认为 寺庙在历史语境下 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建筑样式 或者宗教活动场所 而慢慢的上升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很多城市在最开始 都是围绕着寺庙繁华和兴盛起来的 我们最地道的小吃 最质朴的记忆 其实都在庙口 都在庙会中 有小孩不小心 把灯笼弄到地上烧起来了 有人就在那骂 那么有的伸着脚在那踩这个红的 这边有特务 叫车子飙过了 看到 天不准走了 这边也说不准走了 改道了 OK 那这边在那边指 钱都明明可以过 为什么不能过 人我看到钱都有别的车子 但是不准走了 这些官员的车子从这过来了 官员车子从这过来了 这边有卖气球的 所以他们买了气球呢 就小孩往这走 突然车子来 这个大人就叫小孩小心小心车 一不小心这个气球都飞了 你小时候有没有那种看着气球飞了以后嚎啕打哭的无助 那些都好像是我们身体最初的记忆一样 这整幅龙山四庆元宵六百多个人 没有一个英雄人物 也没有任何波澜壮阔的情节 有的只是你浓我浓的情意 呼朋唤友的豪气 还有那个特定年代里潜藏的危机 这是一幅画 却是一个时代的横结面 这是刘庸的童年 却也是我们的童年 所以使得一张画 它不只是一张画 而是一部小说 当然它也很可能会像清明上河图一样 将来人们可以根据这张画 来知道在1940年代台湾是怎样的 在回来的路上 一公子看到了台北松山机场的形象宣传片 和我们想象当中宣传片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景象不同 他描绘了一个在机场工作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 他用他的眼睛去见证在这个机场发生的所有的别离和重逢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历史最美的风景也是人 我一直很敬佩那些真正的关注并且欣赏庶民文化的人 我也相信写人民历史的人会被人民记住 也会被历史记住 老鼠要 蟑螂要粘素板 老鼠要 蟑螂要 哎 刘老师 老鼠要 蟑螂要粘素板 哎 王大婶 哎 王大婶 这边有一条直线直接上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坑儿 什么时候我们会画这样的一个垂直看到的花瓣 这边的叶子在哪里 落叶归根之后 能不能把它埋到里面去 مت合红了 还是人历史的 对 我们で玩就不休暗地 末哥 creo